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 呈现的不老80 今天请来安乐居玫瑰中心活动组组长 Jeannie 林姑娘 上来和她聊天 你好Jeannie 你好Lerman 还有我们请来安乐居的义务舞蹈老师 刘昌慧Avalon上来和她聊天 你好刘老师 你好 多谢两位来聊天 其实这个节目我们常常会请不同的嘉宾上来 安乐居一些职员或者不同范畴的部门 都上来说过究竟安乐居如何可以帮到一些长者 这次就第一次请Jeannie上来 认识Jeannie也十几年了 Jeannie在我们玫瑰中心做一个活动组组长 做很多不同的活动给我们的会员玩等等 让他们享受他们的生活 首先我和Jeannie和林姑娘聊一会 一会再和老师聊一会 林姑娘 我知道你们成立了一个舞蹈组 叫做玫瑰中心舞蹈团 我已经立即想到究竟78岁的长者可以如何跳舞 会有什么挑战 教他们跳舞等等 一会我们详细讲一讲 首先我想讲Jeannie 其实一开始有什么构思 为何会做一个舞蹈团出来的呢 这个讲起来应该有十年多久了 一直以来 都是由我们旁边的刘老师 是 Avelyn她是发起的 OK 我记得当时她是我们安乐居里的一个义工 是 她来帮助我们和老人聊聊天 做一些手工艺 各方面帮助老人 之后她见到我们每逢节日或喜庆都会请人进来做表演 她自己本身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 她就想 不如你们安乐居都开一个自己的舞蹈团 由她来教她 由我自己来教她 她说 好像很好 这个建议 自从这样之后 我们就开始物色的人 最初的时候 她只是教一些职员 不知道老人可不可以跳 先教一些职员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老人看过我们的表演 觉得 老人都可以跳 然后组织了一个 现在的玫瑰中心的舞蹈团 原来这样开始舞蹈团 成立了十年 差不多了 因为我最近才知道 经常会见到你们去练习等等 还有 一会我们会访问其中舞蹈团的成员 那几个我都比较熟悉 但之前这个舞蹈团都有了这么久 其实组织一个舞蹈团 你面对有什么困难 困难来说都不是没有 因为老人都七老八十 每个都能进来我们安乐居的节目 开始的时候 每个都说 当我们问到她的时候 她就说 我都这么大年纪 又没有跳过舞 怎会跳舞呢 她说不行的 后来我们又鼓励她 又让她做思想工作 然后她就说 试一下吧 不如试一下 当她做运动吧 因为她经常都做运动 当她做运动都可以的 结果在老师的领导下 有耐心地指导她 她们从不懂至不懂 甚至上台表演 她们自己都觉得很骄傲 是的 其实她们最近都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的 最近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 有安乐居 有其他的老人中心去表演 其实有没有难忘的经验 就是这个舞蹈团 你们一起了这么久 说难忘的经验 不是没有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都跟她们练习一次 是的 有时她们又有说 我今天又好像这里不舒服 又好像那里痛 但是她们的精神都可加 是的 很有勇气 他们说不要紧 我一上来一跳 就忘记了 没有这些 有时有些又说 今天好像有少少 即不是很精神 让她们休息一下 其实真的 因为我知道 你们每个星期练一次 每一次就过几钟 是的 过半钟头 都很厉害 对她们的年龄来说 是的 其实参加这些舞蹈组 我们的会员参加这些舞蹈组 其实对她们有什么帮助 大家知道这些长者 如果在家里有一个恩 很多时都会觉得很孤独 是的 她参加了我们的组组 觉得很开心 大家一个群体 做在一起 有谈有讲 时间长了 变成好朋友 对她们很有帮助 心理上身体上精神 都有帮助 一定有的 譬如很多时 譬如有防止记性越差 其实做一些群体生活 可以帮助到 还有跳舞 唱歌 当然可以帮助她 在身心方面都有帮助 我想知道 是否每一个长者 都适合去参加这些舞蹈组 起码要站得稳 当然坐轮椅那些不行 我们有另外一些节目给她们 起码要站得 可以动 也不需要很赢 跑步 我知道 不是有点兴趣 最重要她自己有兴趣 林姑娘 你在安乐居服务了多少年 今年是我的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其实在这三十二年里 你很有经验 在这方面 你做一些活动 搞一些娱乐给我们的会员 其实你觉得 譬如安乐居 那些服务 怎样可以帮长者 继续安全地留在家里生活 我们的节目也不少 很多包罗万有 我们都有运动 又有玩一下桌上游戏 例如Bingo 21点 有时我们甚至带她们 去外出活动 去喝茶 有时看电影 或者去公园逛逛 让她们的心情会好些 我们有这么多活动 他们就会很喜欢我们的中心 在家里觉得悶 我想每天都来 所以这个很重要 其实有时长者不是 或是坐在家看电视 那就可以帮到他们 这时间我等我和老师聊聊天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知道你教舞蹈 教了很多年 但是教长者 尤其是这个舞蹈组 多数是跳什么舞 多数都是跳中国的民族舞蹈 比如朝鲜族 蒙古族 汉族 就是能适合他们 真的吧 好 我知道你教了很多年 跳舞 你是一个安乐区的义舞舞蹈老师 其实教长者跳舞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他们的安全 身体健康 就是在他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做他们可以做的动作 而且速度要慢 要变得简单一些 简单一些 他们脑子就可以记住了 是 没错 没错 因为技都要很重要 你觉得 你教了这个舞蹈组一段时间 你觉得他们跳成如何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自信 就觉得 岁数这么大了 七老八十的 没有这个体力 也没有这个脑子去学了 但是通过学以后 他们现在很自信 也很自信 也很开心 另外他们就觉得 自己高兴也娱乐了别人 而且给别人一个想法就是 永远不苦老 永远去学新鲜的东西 那这个心态好最重要 也都多谢你 在十年前 开始了这个舞蹈组 到现在 其实真的帮助到很多长者 谢谢你 不客气 吉尼 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问你 未来有什么展望 对这个舞蹈组 或者你有什么 准备 会不会给多些人参加 现在多少人 其实有舞蹈组 舞蹈组 现在有八个人 八个人 开始好像四个 一路加 加到现在 其实我们都不停在吸收 吸收 吸收新人 哪个有兴趣 我们都会 提醒一下 问他们有没有兴趣 参加我们的组 以后我们都会继续 在老师的帮助之下 是 继续发挥 是 是 其实将来 希望有机会 可以表演给多些 不同的人看 是 除了去老人中心 会不会在一些公众的地方 可以表演到 那就更加好 其实我觉得 当然可以欣赏到他们的无知 但反而我另外 会觉得那些人 希望看到就是 一帮老人家 他们努力不懈 不要认自己老 去做好一些他们想做的事 这个反而是可以感染到很多人 今天多谢了 就是安乐居的 玫瑰中心活动组组组 组长林姑娘 所以跟他们聊天 还有就是我们的 安乐居义务舞蹈老师 刘昌慧 Everlund 所以跟他们聊天 你好 待会我们回来 就会访问你的 舞蹈组组的组员 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看法 待会再聊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由安乐居呈现的 《不老八十》 今天就请到了 刚才 舞蹈老师说完 还有活动组组组 很荣幸聘为三位 舞蹈组组渊 就是我身边的 许素梅 还有Penny 还有结晶师徒 三位好 你好 你好 很开心见到你们 其实我又认识了他们很久 他们三个在中心 是活跃的 很活跃的 当然活跃 does 参加了舞蹈组 稍後我們慢慢聊天 首先問問蘇梅 參加這個舞蹈組 其實你之前有沒有學過跳舞 有一點 有一點 學過什麼舞? 想過什麼? 也是這種民族舞蹈 或者是排舞 我們都學過的 OK Penny 你們之前有沒有學過跳舞? 因為我以前讀幼兒師範 所以我們出來就要教小朋友 唱歌、跳舞 所以我就算有一點基礎 根底是嗎? 幼兒師範就是教小朋友 幼兒院的小朋友 所以那時候學過要教他們 是的 那師範呢? 我沒有學過跳舞 我對跳舞、唱歌沒有興趣 為何你初初會參加呢? 我當時不想參加 就是我和一齊入 我陸居的時候 有一個在我拍門鄰居 他很喜歡跳舞和唱歌 他們要我一定加入 那我就聽他講 原來是這樣的 那現在當然喜歡 OK OK 有想問一下 其實我知道跳舞 好像你初初都不喜歡 現在都起碼覺得OK 其實跳舞困難嗎? 還好 以前都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因為年紀關係 因為身上有點疼痛 有時候就是不大方便 還算是好 我們都很堅強 就是在一起 很開心 OK 其實兩位呢 是否困難呢? 跳舞對你們來說 我覺得不是很大困難 因為我們的老師都是根據我們的年齡 教我們 就住 就住我們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不是很困難 就是舞蹈可能是簡單一點的動作 簡單一點 而且老師有內心 所以我們覺得學得比較快 這個內心很重要 是的 師徒呢? 我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夠優異 又不會擺姿勢 對舞蹈也沒有興趣 所以學起來是很困難 但是我這樣感覺 既然你進入這個組 就應該要服從集體的組織 所以我除了在安樂區 我只是用心去跟老師學習 我自己回家 就看回視頻慢慢學習 就盡量做到跟得上 不要出洋上 其實你參加了小小的 又可以做運動 可以做運動 是的 整個進入這個組織 我覺得這個組織 是一個大家庭 很溫暖 大家姐妹互相幫助 我關心團結 所以我漸漸有興趣 是的 其實我想問問你們 最初參加這個舞蹈組 的原因是什麼? 宋妹 最初為什麼你想參加這個 一方面是Penny想進去的 又是朋友想的 Penny想的 因為在我們大樓裡 我們也是有人教我們跳舞 OK 有舞蹈組 那他叫我也去 那就跟他一起去了 即是又是朋友叫 是的 但現在你喜歡嗎? 喜歡 喜歡 那兩位Penny 其實我知道 司徒也是朋友 Penny你是自己喜歡嗎? 我跟你說 我就是 因為我是辭制的志工 所以我有兩位 辭制即是那個 辭制基金會 基金會 是的 所以有兩位師姐在安樂居做 他介紹我進去 介紹我進去以後 他就馬上就跟我報名 舞蹈組 所以我人都未來 我已經在舞蹈組裡面 跟我報名 是的 其實很好 即是多些參與不同的活動 是的 我想知道 其實 你的舞蹈組成立了一段時間 其實總共參加了多久? 總共是 幾年了? 九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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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一七年進去 七年 七年 我跟蘇姆在一起 有沒有想過想退出? 嗯 到現在沒想過 沒有想過 想繼續 繼續下去也沒問題 是的 你們呢? 我 我也是不想 因為我覺得 大家一起的話 很開心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有一次我掉了膠 結果休息了兩個月 從坐輪椅到工作 到最後 好回來以後 兩個月以後 我又回去 去舞蹈組 我很喜歡參加 其實喜歡起上來 真的好像上癮一樣 是的 師徒呢? 師徒呢? 有沒有想過 你一向開始 都是朋友參加 是的 來參加 中途會不會想著 不如在家裡看電視吧 沒有 我自從參加以後 我覺得這個組很溫暖 是的 大家互相幫助 有甚麼事呢? 除了電話問候 見面又問候 我上個月 二十七號 練習完跳舞 坐電梯 跌了腳 哇 真的 用大家互相幫助的關懷 真的沒有 團隊精神 是的 大家很問候 另外我覺得 參加這個組 除了學識 跳舞 這支式以外 我還覺得 我們大家的互相幫助 那個團結 和我們好親 老師 老師免費 教你們 教我們 足足都教了九年 是的 這個很重要 並且他內心 按照我們老人家的情況 來編劇 來開動腦筋教 你怎樣精神 真的 沒錯 很值得加他 是的 我想問問 素梅 你覺得參加了這個舞蹈組 帶給你甚麼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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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 姐妹都很互相的關照 嗯嗯嗯嗯嗯嗯 很開心 一齊一個團隊生活 對 對 Penny呢 雖然是 對 平方說 如果我家 或者 童先生 有時候 可能 爭拗兩句 甚麼 不開心 但我到了舞蹈組後 我就覺得 大家很開心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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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給我們歡樂 無限的歡樂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或者故事分享 中間我就說上次 因為我知道你們最近去很多不同的中心表演 是呀 是呀 怎樣 去到各個中心表演 大家都好像很歡迎 因為我們老實說跟下面的觀眾 所以我稱他們是兄弟姊妹 所以大家互動得很好 很開心 他們很鼓勵我們 所以我們都很喜歡去各個地方 最後一個問題 或者問問司徒 有沒有想過會再跳多久 我沒有想過這裏 為何我沒有想過這裏 因為我覺得入了這組 我最得益的就是我們整組的人 是頑強和可親 所以我們很歡喜 跳多久 對 跳多久 我今年九十歲了 我這關節的就是很多年了 是 是 是 但是我呢 即是說我回來跳舞 我到那天就先黏著藥膏 跟著吃了兩粒的他人螺 就出場了 厲害 厲害 就得到觀眾看到大家娛樂的老人家 又唱又跳 又跟著我們跳 又拍手掌 所以我就很高興 嘩 司徒九十歲 真是九十歲 大家觀眾看到 完全幸公致遇 他是老大 我是老二 你是老二 我是八十八 你是八十八 我都叫他最小 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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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心想做運動 想跳舞 都一樣可以 只不過 我們組都有 有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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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心就可以了 是 好 今天真是多謝三位 有蘇梅 還有Penny 還有司徒 就是他們我們安樂居的玫瑰中心的會員 和他們玫瑰中心的舞蹈團的成員 希望將來有機會 可以讓不同的人看到你們的真人表演 今天我們播了一些視頻 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真人看到你們的表演 謝謝你們 多謝 多謝 多謝給我們機會 今天多謝鎮安樂居玫瑰中心的舞蹈組 上來和我們聊天 其實長者面對其中一個困難或者問題 就是孤獨感 孤獨感尤其是一些獨居的長者 是非常有孤獨的感覺 其實有沒有辦法可以幫助到他們 他們當然是有的 但都要那位長者去尋求幫助 或者他願意踏出第一步 好像剛才說過玫瑰中心這個舞蹈組 他們這一群長者 真的很熱衷去參加這個舞蹈組 其實從中在群體生活中 是可以真正幫助到他們 無論是身體或者心理上 當然 亦都可以幫助到沒有一個孤獨的感覺 其實如果大家 有些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們自己覺得有自己孤獨感 不妨參與多些群體的生活 群體的活動 一定會幫助到你們 在群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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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體裡